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好消息 要来跟大家讲 就是在10月12号的礼拜六那一天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节日 那一天就是赎罪日 那么在赎罪日的这一天 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聚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聚集呢 然后我们的地点在哪里呢 我们选择的地点就是在 南加州的Promona的Planned Parenthood 就是那个连锁的堕胎诊所 所以这一次呼吁大家 如果你真的是爱生命的 如果你真是愿意在赎罪日的这一天 我们可以一起出来敬拜 祷告的聚集 我们真的是祷告 希望在堕胎诊所里的每一个人 让他们都亲自的遇见神 让他们都从他们邪恶的行为 可以回转向神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在那里聚集祷告的时候 是让人看见 我们不是仇恨 我们不是敌对 我们希望说在这里面 没有一个灵魂是失丧的 我们希望他们的生命 都在神的手里面 我们就是要传福音 我们就是要拯救灵魂 我们就是要保护小孩 我们要有这个样子的觉悟来去合一 在这个赎罪日 我们可以合一的大声敬拜 我们有一个目的来到那个地方 我们鼓励每一个教会 你是牧师的话 带着你的教会的人 去到那个地方 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神 在我们的赎罪日上面 我们要献上我们自己 我们现在这个阶段 我知道大家都非常忙 我们为大选做义工 我们为候选人去拜票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在做 可是你要明白 如果堕胎的问题 你跟我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没有发声 我们没有用我们的 蛇跟蝎子的权柄 去制止他们的话 我们没有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我们没有回转 这样会导致 我们没有办法 在这一块土地上面 安然居住 堕胎的问题必须要解决 你不要想说 哎呀我们 那个在高层 我们放几个人 咔咔咔 是不是立几个法案 这个就断绝了 这个任务只有我们能完成 你在这地上 手里有的权柄 比国会议员还大 你在这地上 手里有的权柄 比总统还大 这个任务只有归入主名的人 你跟我能完成 神要我们自卑祷告 寻求他的面 转离我们的恶行 神一定垂停 尤其是在这样一个 赎罪日的季节里面 当我们聚集到一起 当我们大声地跟神呼求的时候 神一定赦免我们的罪 神一定让这些人亲自遇见神 神也一定医治我们的地 所以在这里 再一次邀请大家 在赎罪日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 让我们一起来聚集 一起来向神大声地呼求 求他医治 赦免我们 将救恩临到这个地 所以请大家 如果可以来的话 请务必要参加